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又是拉丁小课堂的时间了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伦巴沃克的跨位 很多的小伙伴呢对于伦巴沃克的跨位 到底是怎么推如何推 以及身体和跨位如何的连接 好像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理解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那实际上呢我们来说伦巴沃克 已经说了好几节课了 那但是呢这里发现了这么一点小问题啊 因为我们经过之前的一些笔记的分享 发现小伙伴们哦好像对于跨位如何去推 后脚掌如何去跟前脚掌做连接 包括跨位应该在哪里 理解的七七八八也差不多了 可是这里呢会发现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在去推跨位的时候 好 and chew 当我们容易推跨位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不自觉的做一个 看他有一个 你的后背会有一个起伏 这边哦 看到没 后背这个地方会鼓起来一点 那这实际上呢也是一个不太好的形态 那造就成这个形态有几个原因哦 跨位不用多说了啊 后背的发力大家还要去练习 那这些都是硬件哦 这个是呃没有办法通过一节课两节课去改善的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如果我们大家已经跳到一个程度了 会发现自己有这些问题没有办法改善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首先当我们去跳lumbar walk的时候 我们之前有说过我们当去做跨不要给自己做死 后脚启动 那在这里的时候向前推 推完了以后很多人的头是在前边的 不自觉的因为我们的跨位要向前推嘛 所以我们头会不自觉的向前探 那么在这里我们的头必须在后边 倚注当我们去倚注的时候 我们的头后边和后背就形成了一股力量 它就是锁紧的 在这个位置再去推重心的时候 我们的骨盆才有可能成自然状态的填平 这是头在后边啊 而不是在这里 看就会形成一个这种状态的填平 而骨盆就变成了有一个绕 实际上我们的骨盆填平没有那么多的绕 它只是在一个自然的状态下 推重心上重心填平就够了 你的人是立起来的 这点大家可以理解吗 包括我们再去跳方步 and the two 所有的填平 我们的头数在这个位置的 而不是and the two 那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姿态就不是那么的理想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跳伦巴walk的时候 尤为重要 因为像一些方步啊 说实话它的填平送上来呢 有的时候节奏快一点点 大家还没有这么的明显 但是如果我们在walk的时候 and the two and the three 你整个人不是这么立上来 你的重心推起来会很费劲 而且感觉整个人是 是游走在一个非常固有 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 好了 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拉丁小课堂了